文献的事业周报 在2020年文献的事业周报 比CNN 比全世界亚洲统计更快 第一个宣布拜登选 在战争中 我们并持人道主义的精神 了解战争对人民的残害 极必然凶狠 我们从不摇旗 也不呐喊 只狠狠地且坚定地 站在人的角度 报道战争 我们比多数人更早看到 乌克兰被盟友 逼上谈判桌的可能性 我们更从不愿意 因为收拾力 委员耸听我们的故乡 台海危机狼来了 我们关注美国情报部门 给台海或危险 或和平的不同解说 我们一一记录 守住灯塔 或许是一件孤独的事 但漂流海上的人们 需要看到灯 需要知道方向 他们有权利得到完整的报道 思考他们该如何看待 我们所身处的巨变的世界 全球正走向下一波 我们不熟悉的贸易模式 美国正成为一个 各种价值皆对立的国家 而处于美中贸易冲突下的中国 正处在40年来最深的经济危机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在下滑 房地产还在恶化 尽管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节目 但我们勇敢地 抱着关怀全球的梦想 保华永远持续关心 全球暖化 19年来 我们的节目坚守单位 希望不负各位观众朋友的期待 让我们洗手迈向第二十年